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这些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,有的却是我们的敌人,但是无论是哪一种,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保护自己,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。 所以说,在这个社会上,有很多人都是不怀好意的,他们想要算计你,所以说,一个人想要算计你之前,往往会对你做这五件事,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,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了。 因为这样的伎俩,他对圣红的称呼是红狼,从一开始,就经常把奴家心里只有你一人挂在嘴边上,并且,他还强调,为了他,多少人家的正头大娘子不做,委屈求全给他做妾,林秦霜说出来的都是软软诺诺的话,娇柔的做派,让圣红心甘情愿地沦陷,圣红给他的田地,房契给的,早就超出了他的奋力。 对莫兰也是宠爱有加,林秦霜做错了事,他也不去深究,本来以为是彼此相爱,到最后才明白,利益才是林秦霜真正在乎的东西。 他那些花言巧语的魅惑伎俩,都是用来牟利的方式,每个人都很喜欢听甜言蜜语,喜欢被人夸赞,但是,要学会保持警惕心,因为,有的人和我们说甜言蜜语, 其实,就是为了哄骗我们,别人把话说得很好听,看似他是愿意为你付出一切,其实是想骗我们为他付出更多。 德莫克利特说,一切都靠一张嘴来做,而丝毫不实干的人,是虚伪和假人假意的,好听的话说得太多,总想用语言说服你的人,很有可能是公于心计,等到对他建立信任,建立了感情。 便容易道德绑架,或者以情分提出索取,提出需要帮助,以此达到他的目的。 打听你的恋爱经历,为以后诋毁你做准备。 在职场里,良性的竞争,会使人不断成长,恶劣的竞争,则容易使善良之人毁掉前途。 张芳在新公司任职时,认识了一位好朋友,当时两人相谈甚欢,他一不留神,就将曾经的恋爱经历透露出来,本以为这些事对于自己毫无影响。 没想到,就在三个月之后的转政大会上,他率先被领导踢出了局,后来才得知,原来是这位好朋友告诉领导。 张芳曾经大搞办公室恋情,使领导误以为张芳的心思不在工作上,彻底切断了他的晋升之路,张芳悔不当初,但又无可奈何,毕竟是他错信了小人。 我们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,很可能是前进路上的陷阱,最好对这类问题闭口不言,别人没有可趁之基石,你也就安全了。 打听你的家庭日常,找到你的软肋。 我的前半生中,陈俊生为了迎离婚官司,莫许自己的律师做卧底,假扮成路人,去探自己小姨子罗子群的话。 这一举动说明,他希望借机打听前妻和前妻娘家人的家庭日常。 找到前妻的软肋,为自己谋取利益和胜利。 精明的人,听到有人打听自己的生活日常,会本能地竖起警戒心。 然而,有的人心思单纯,见到陌生人关切地问候自己,就没有顾忌地,把自己的家事全抖落了出去。 这样做,会给有歹意的人,制造机会,人家打听你的家庭,就是在试图找到你的价值和软肋所在。 一旦发现你家境优越,他们就会争取你的喜欢。 榨干你的价值,一旦发现你落魄失意,他们可能就会利用你想赚钱的心理,怂恿你去帮他们做些违法乱计的事。 最大话地折腾你,顺便让你把家人也拖下水,因此,别逢人就透露你的家庭日常,避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 打听你的职业规划 有没有想过,你的同事也是你的竞争对手,职场中的晋升原则应当是能者居之,但职场由人组成,人性的加入也就引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不少企业都有这种诟病,本来有能力的人被埋没,而油腔滑掉的关系户却身居高位,搞得整个团体乌烟瘴气。 这是企业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。 在工作时,你与同事一起共事,而在面临晋升问题时,同事又将是你的竞争对手。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,针对关系不错的同事,大多都会遵循能者居之的本质,而对于心怀鬼胎的人来说,就完全不一样。 晋升的利益诱惑是巨大的,竞争对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,就是敌人,我们不仅要看住自身实力,也要防范别人的攻击。 毕竟,人心难测,你永远无法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心里在想什么,他或许表面对你笑脸相迎,转身就在心里算计你,所以,在职场上一定要留个心眼,当一个人开始询问你的职业规划。 大概率是他将你当作了敌人,而小人一旦得知LE你的职业规划,他也就好对症下药,挑拨你跟别人的关系。 现实里,有些人算计你,是从挑拨你的人际关系开始,为什么?因为言语不费什么力气,不花什么成本,但是却威力巨大,而且很多人,耳根子很软,缺乏自己的识别能力。 他们见识不多,每天围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转悠,自然缺乏识人的能力,面对这种情况,挑拨,就成为成本很低的加害手段。 我家楼后一个邻居,就挑拨过我家的人际关系,他主动跑来,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坏话,还说那个熟人,对我们怎么不满,但是我,根本不相信,说白了,这个邻居,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姑且不论,我家那个熟人如何,但是他跑来挑唆,就没安好心。 现实里,不要随便被人当枪使了,有些人,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,跑去跟其他人结仇,这就很傻很天真,遇到这种情况,别冲动,多观察一段日子,看到底是谁在说谎,时间,自然会给你答案。 那么,假如你,不幸被小人算计了,这三件事,一定要做好。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我们被人算计了。 如果情绪过于激动,或受到负面情绪影响,可能会做出不理性的决策,更加助长对方的气焰,让自己进一步陷入被动。 因此,在面对算计时,我们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冷静分析和处理问题,不能被别人带着走。 保持冷静并掌控好自己的情绪,不要被对方激怒或把问题情绪化,保持清晰的头脑,尽可能理智分析和处理问题,寻求理性的解决方案,不能被对方的情绪和言语影响。 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,避免冲动,情绪化的行为,掌握好自己的情绪。 情绪被控制,才能真正实现问题的化解。 我们应该学会,通过正向的思考和行为,让自己的情绪得以控制和调整,以保持心态的平衡和稳定。 总之,在被人算计时,我们应该需要保持冷静,掌握理智和管理情绪,才能走出困境。 化险为仪 权衡利弊 当我们遇到别人算计我们时,我们需要权衡利弊,明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,以更好的决策应对。 我们需要分析和识别对方的动机和行为,我们需要根据对方的行为和言论,分析对方的目的和意图,判断对方是否存在预谋和意图算计自己,并且明确事情所涉及的利益方。 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进行评估,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,并且评估被算计的后果,对自己的影响。 判断自己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被算计,或是直接参与甚至与对方合作。 我们需要选择适当的决策和措施,在进行权衡之后,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,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,选择更加合适的方案,以达到最优解。 当我们遇到别人算计我们时,我们需要权衡利弊,理性而明智地进行决策和行动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走出困境,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的最大化。 默默积蓄力量,绝地反击 当我们遇到别人算计时,我们削弱对方的利益和打压对方的文化的方法是默默积蓄力量,在关键时刻反击。 我们需要在遭遇算计的时候保持镇静,冷静应对,不要贸然采取行动,需要理性思考,谨慎考虑,将情况分析透彻,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。 我们需要巧妙运用以德抱怨的策略,在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,不妨再悄悄地积蓄力量。 等到关键时刻做出反击,我们需要注意战略定位,根据局势和自身利益决策行为。 我们可以运用智慧和战略,布局和调整战术,从而达到以小博大或是攻守转换的战略目的,避免被对方算计的损害。 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大,我们遇到别人算计时,需要保持冷静、理性和战略,默默积蓄力量,等到关键时刻做出反击。 这样,才能在我们被算计的情况下,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,获得更多的利益。 是的,当我们遇到别人算计的时候,绝不能坐以待毙,这往往会使我们的处境更加被动。 甚至有可能导致我们被算计的进一步加深,我们要尽快找到支持自己的人或团队,共同应对算计的危机。 哲学家卢梭曾说,一个常善于弄虚作假的人也许换个裙子,能变成贤妻良母。 这句名言道出了人性中的复杂和多变,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他人,更不能沦为别人算计的牺牲品。 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,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,不要被他们的表面行为所迷惑。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利益,不轻易地相信别人的言辞和承诺。 当我们发现有人对我们进行这些行为时,我们应该立即采取一些措施,例如保持距离,提高警惕,寻求帮助等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降低被他人算计的风险,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,人生就像一场棋局。 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挪动每一步棋子,算计者无时无刻不在,我们身边伺机而动,而我们则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犀利的洞察力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抵御住他们的诱惑和算计,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,看清人性的复杂和多变,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洞察力。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,让我们紧握自己的人生多,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,成为真正的强者。